哈喽大家好,我是麦奇喵,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即将到来之际,这一期我们来勾知这款圣诞小精灵,这款圣诞小精灵设计独特,外形非常的搞怪可爱,也会是你在节日期间送给朋友和家人最可爱的小礼物,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吧! 2.5毫米的勾针和五谷的牛奶棉,在锁针起针之前,要预留出多余的线头 继续勾知20针锁针,1,2,3 在这一排倒数第二针锁针的针目,先勾知一针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勾知一针短针的加针 接下来就按照一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一共重复勾知9组 2组 3组 3组 加针勾知好之后,织物会有一个自然的卷度 在这一排剩余的最后一个针目,勾知一针短针 锁一针 断线预留出多余的线头 再将提前做好的毛球分别捆绑在腿部的末端 身体的部分勾知一条21针锁针形成的锁针链条 从倒数第二针锁针的针目开始 在接下来的19个针目里,各勾知一针短针 一 二 在这一排剩余的最后一个锁针的针目里,勾知一针短针的加针 继续,在对面一排19个锁针的针目里,各勾知一针短针 这里的最后一针短针和第一针短针,勾知在同一个针目 第一圈是40个针目 接下来螺旋勾知,直接在第一圈第一针短针的针目里 先勾知一针短针的加针 螺旋勾知,要在每一圈第一针做标记 继续,在这一排接下来的19个针目,各勾知一针短针 19针短针勾知好之后,在接下来的针目,继续,按照一针加针 19针短针的规律,勾知完第二圈 第二圈是42个针目 接下来第三圈到第七圈的编织规律 是在这42个短针的针目里,各勾知一针短针 五圈短针勾知好之后,找到合适的位置,将腿的部分打结固定 第八圈 第八圈,从记号扣的针目开始,先勾知12针短针 在接下来的两个针目,勾知一针短针的减针 继续,在接下来的针目,按照12针短针,一针减针的规律,再重复勾知两组 三组减针勾知好之后,第九圈,在这39个短针的针目里,各勾知一针短针 第十圈,先勾知11针短针 11针短针勾知好之后,在接下来的两个针目,勾知一针短针的减针 在接下来的针目,继续按照这样的规律,再重复勾知两组 第十一圈,在这三组减针后的36个短针的针目里,各勾知一针短针 勾知到这一圈最后一针短针时,将绿色的线剪断,换肉色的线,继续勾知两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两圈短针结束,接下来的第十四圈到第21圈 每一圈都是有规律地勾知短针和减针 我们就按照屏幕上方的图解,勾知完剩余的部分 第20圈的6组减针勾知好之后,用棉花将织物填充 最后一圈,在这剩余的12个针目,勾知6针短针的减针 11圈的6针减针勾知好之后,最后锁一针 断线,用预留出的线头将顶部的位置收口拉紧 帽子的部分环形起针 先锁两针 接着,在环起的线圈中勾知5针长针 5针长针勾知好之后,将环起的线圈拉紧 接下来每一圈的结束,都要在第二针锁针的针目,勾知一针引拔针 继续锁两针,每一圈的两针锁针,都算作一针长针 接着,在下一个针目,先勾知一针长针的加针 在接下来的四个针目,按照一针长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重复两组 一组 两组 继续 第二针锁针的针目,勾知一针引拔针 锁两针 从下一个针目开始,先勾知一针长针 在下一个针目,勾知一针长针的加针 在这一圈接下来的六个针目,按照两针长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重复两组 一组 两组 第四圈 一共是十二个针目 继续 在第四圈第二针锁针的针目,勾知一针引拔针 锁两针 锁两针 接下来,在这一圈第一针长针的针目里,先勾知一针外勾长针 在下一个长针里,勾知一针内勾长针 最后一圈,按照一针外勾长针 一针内勾长针的规律,重复勾知完这一圈 在第十五圈第二针锁针的针目,勾知一针引拔针 锁一针 断线 隐藏线头 接着再将做好的毛球缝合在帽子的顶端 胡须的部分勾知一条二十针锁针形成的锁针链条 再从倒数第二针锁针的针目,回勾十九针短针 十九针短针勾知好之后,锁一针 将织物翻转 空出这一排第一个短针的针目 从下一个针目开始,先勾知两针引拔针 继续锁九针 从倒数第二个锁针的针目,回勾八针短针 接着空出一个短针的针目,在下一个针目,勾知一针引八针 继续锁八针 从倒数第二针锁针的针目,从倒数第二针锁针的针目开始,回勾七针短针 继续空出一个短针的针目,在下一个针目里,勾知一针引八针 胡须的部分就按照前两组的勾知方法 勾知完这一排剩余的五组画样 胡须部分的九组画样勾知好之后,锁一针 断线,预留出缝合的线头 鼻子的部分,第一圈缓起勾知六针短针 在第一圈第一针短针的针目,勾知一针引八针 锁一针 第二圈,勾知一圈短针的加针 重复六组 一组 两组 在第二圈第一针短针的针目,勾知一针引八针 锁一针 接下来的第三圈和第四圈 在这十二个短针的针目里,各勾知一针短针 继续,在第四圈第一针短针的针目,勾知一针引八针 锁一针 断线 预留出缝合的线头 用固定针找好每一个部件的位置 最后再用热绒胶和缝合针将它们拼接在一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